近日,张哲瀚因昔日在靖国神社拍照及参加朋友日式婚礼等引发巨大争议 随后他发布长文道歉 8月15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对演员张哲瀚进行行业道德自律评议的公告 公告称演员张哲瀚的行为存在严重不当 不仅伤害民族感情,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恶劣的不良影响 因此,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演员张哲瀚参观靖国神社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深斥 并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的规定 要求会员单位对其进行从业主治 此外,有网友发现张哲瀚及张哲瀚工作室的微博账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在事件引发争议后,张哲瀚发长文道歉 今天我为曾经无知的自己而羞愧,更要对之前不当行为深刻的道歉 他表示对于朋友婚礼,举办场所历史背景和其他嘉宾,政治背景的视察 拍照时对当地建筑物,当地历史知识的欠缺 都是自己的不谨慎,我不亲日,我是中国人,我深爱我的祖国 在张哲瀚道歉后,迅速引爆热搜 各大央媒纷纷发声点评张哲瀚事件 不能总以无知为由才底线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而该事件也导致张哲瀚所有代言的品牌纷纷宣布与其终止合作